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腦子妈妈 自从小腦子上六年级以来啊 作业是越来越多了啊 每天都是好几张卷子 每天一放学就往那个打印店跑 又麻烦啊又浪费时间 所以呢我想来想去决定跟她买台打印机 经过了好几天的挑选和对比 我最终选择的小米家的 就是这一款米家喷墨零共打印遗体机 怎么样还不错吧 嗯还不错颜值还挺高的 妈妈跟你说这款打印机啊 它不仅银值高 而且功能也非常的全面啊 还既可以打印 还可以复印 也还可以扫描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去打印店打印了 是的呀 它还支持彩打呢 可持续打印9500张 然后算下来的话一张只要一分钱 只要一分钱这也太便宜了吧 这位面打印至少得要一块钱一张吧 是的是啊 我真的后悔没有早一点买它 今天的作业多不多呀 多呀 多得要死 哎呀上六年级就是这样子的 那今天有没有卷子呢 今天刚好有卷子 一张语文卷子 你帮我打印出来吧 好的 因为老师发的是图片 所以我们选择照片打印 然后选中那些图片就可以了 然后开始打印了 好了打完了 如果老师发的是文档的话也很简单 打开 点三个点点 其他应用 米家打印 点开着打印就可以打印了 也非常的简单吧 哎呀 用你几个真辛苦 每天这么多作业要写 妈妈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在家谁来给我打卷子呢 这个你放心好了 我可以通过那个米家APP 软层巴黎打印 而且软层凝接 打印很稳定的 不用担心出错 那我就安心了 快点写吧 小孩子 家里有一台打印机是不是方便了很多 嗯 像平时出来打印试卷 学校里有时候还布置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需要打印照片 然后交上去对不对 嗯 以前我们总是往外面跑啊 现在好了 在家都可以打印了 是不是的 而且打印的照片也非常的清晰 一点都比外面的差哦 换上相片池 我们来打印照片 照片打印 开始打印 哎 照片出来了 看一下啊 是不是很清晰 是不是很清晰 嗯 我也要打印这张我最喜欢的风景照的 你要啥的 马上出来了 出来了 粉粉嫩嫩的 确实 你拍天空很漂亮的 你要不要踢哪里 还有一张 还要打印吗 嗯 最后三张了 打上影的吧 你这是 方便吧 方便 都不用去照相馆了 自己拍自己打印 给你们看一下小娜子打印了多少张照片 墙都贴满了 她还不满足 她还要打 哈哈哈 你是把所有的照片要打完吗 嗯 明天再给我买点纸 索丝太好看了 就会不关心 就会了 然后你会拍照 你会拍照 你拍照 你拍照 你拍照